晚上六點正值下班尖峰時間 一輛黑色休旅車大蠟蠟停在紅線外頭 一名周姓騎士控訴 駕駛不但圍停 還突然打開車門 差點害自己受傷 差點撞上車門 還被圍停駕駛囂張嗆瞎 要騎士趕快去檢舉 因為駕駛似乎認定 4月30號檢舉新智上路後 檢舉圍停通通無效 想不到檢舉真的成立 讓圍停駕駛吃上罰單 斗大的舉發二字 該會讓圍停駕駛的吐血 能夠成功檢舉的關鍵 其實就在於 圍停的地點就在路口旁 依照規定在交叉路口10公尺內 只要圍停紅線 民眾依然能提出檢舉 但實際詢問民眾 大多數對檢舉新制度一頭霧水 不知道 其實被檢舉沒辦法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他沒有很好的宣導 為了防範檢舉魔人 今年4月30號修改新制 可檢舉項目包括 衛單安全帽 檢燃香菸駕駛 及闖紅燈等41項 靜態則包括交叉路口為停 公車及消防車出入口 5到10公尺處為停 以及並排停車等等 但新制上路後 民眾檢舉件數也逐漸降低 光台北市就少兩成左右 若不得已需要紅線臨停 民眾最好還是得注意停車地點 以免遭人檢舉讓荷包失線 記者王志文 由桃 台北采文報導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